《世界上有没有菩萨》 有一位朋友问, 世界上有没有菩萨的呢? 这个问题表面很衰竭, 其实内涵的义理甚深, 可能亦是不少听众的疑问。 菩萨是凡于Buddhisattva 的略称 汉文已译为已经觉悟了的众生。 菩萨有很多种分类的, 依觉悟的深淺, 而处于不同的阶位。 根据《菩萨英诺》《本叶经》上说, 菩萨经历的次第有五十二阶位, 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和妙觉。 阶位越高, 那智慧神通越不可思议。 例如地藏菩萨是位于等觉, 即是菩萨最高的阶位, 只要正入妙觉, 便是佛了。 其实菩萨, 亦都曾经好像我们一样, 尝过人间的种种痛苦。 后来依佛法修行而觉悟, 超脱了生死轮回, 尝住于殊性妙乐之中。 但是菩萨, 是曾经沧海的过来人, 深深地知道娑婆世界的苦放, 所以, 力劫以来, 不辞疲倦, 再来救度众生, 尼苦得乐。 菩萨的发生, 譬如一个巨大无比的播音台, 发音遍布宇宙。 如果我们有一台良好的收音机, 搏动黑道的指针, 对准音波的频率, 当指针的音波度数, 和这个庞大播音电台的频率相合, 无论相隔多远, 立刻就有音响的感应。 佛经中所谓菩萨, 随机负感, 亦是同样的道理。 菩萨时刻以赤承之心相待, 但众生亦必须要开启自己的心灵收音机, 才可以接收。 如何发动自己的心灵收音机, 去奉折菩萨的感应? 就以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例, 只要每天礼拜念诵地藏菩萨圣号, 和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 并在《依经》意中修行, 便可以发生不可思议的感应。 可能有些人会问, 世界上如果真的有菩萨存在,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听不到呢? 各位, 人类的五观, 眼、耳、鼻、舌、身, 它的功能是有限的, 而且并非精密细緻的。 人类的听觉, 只能够感受二十至二万克尺的音波频率, 視觉只能够体现三百八十至七百八十毫微米的光波。 就以世间超音波和紫外光来说, 我们尚且不能听,不能见, 更何况菩萨的静音和直光呢? 而且菩萨和凡夫所处的境界不同。 佛菩萨已经觉悟, 譬如睡醒的人, 安住于常直光中, 凡夫是沉浅于迷惑又如熟睡的人, 正在做其五欲才识明食睡的大梦。 又怎会见到或听到觉醒了的菩萨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